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說一隻股票阿里巴巴 試完昨天有一個對阿里巴巴挺利好的消息 這是奇權頓甲,我是佐操 到底昨天出現了一個什麼利好阿里巴巴的消息呢? 我們看看就是 據報大陸那邊批准了螞蟻集團和相關公司 接下來就向重慶螞蟻消費金融增資105億 而當中增資了105億之後 螞蟻集團也會佔入持股的一半 你只是增資去一間消費金融公司 有多特別呢? 試完大家應該有印象 在兩年之前 螞蟻金閥上市被人臨時殺停了 其實一直都有不少監管應用在這間公司 而亦都被人勒令整改 中間曾經有一些不論是入股 增資的安排 全部基本上都是無疾而終 但到了這一刻 真資已經推進了 我還說拿銀碼也不少 也叫做100億 而螞蟻依然可以持有這間消費金融公司的一半股權 似乎某程度上反映 內地監管機構對於螞蟻金服 或者對螞蟻集團的整改 和調整都有差不多的肯定 螞蟻集團當然是阿里巴巴旗下 政府對螞蟻的監管放寬了 那對阿里巴巴上市那間公司 9988的影響又怎樣呢 基本上阿里 你可以說都是禍從口出的 阿掌台人馬雲 市場基本上認為 你兩年前口多多 又說內地監管怎樣怎樣 然後又搞到螞蟻上市被人殺停了 但旁敲則的這樣看 最近螞蟻的增肢又被人批准了 馬雲偶爾又現身 似乎整體對阿里的監管也都放鬆 我們不要看這些旁之事 我們直接看一些比較實在的事 我們看一些政策上 最近這兩個月可以看到大陸 把一些質重點放在經濟方面 例如防疫政策的放寬 另外也多了一些支持內房的措施 例如為內房企業借貸 資金安排提供便利 當然還有很多其他 例如他們對科技企業的態度 為什麼呢 當然對科技監管常態化說了很久 但是近期也有說過 科技在一些支持就業 創新等等 在社會上有一些積極的作用 當然一些約談 例如大陸的經濟或者整體經濟的質重點是強的 我們再看一些比較大小小的範疇 經過兩年的抗疫 大陸經濟甚至具體來說都受到很大的影響 而如果一個消費帶動消費的話 其實對經濟刺激的作用絕對不小 而這個絕對不小的金額是說什麼呢 當重慶螞蟻消費金融增資完成之後 其實就代表它有能力提供到1.1萬億相關的消費貸款 這個銀碼絕對不小 我們不說消費當然是一部份 這個也是螞蟻集團 大家知道阿里巴巴就是淘寶那些 科技巨無霸 這麼多人用它的電商服務等等 其實我們不可以無視這些巨無霸的作用 說真的 如果你整間公司是對社會沒有幫助的 你還口多多 馬先生你還可以有空去打高爾夫球 所以我們會看到 對科技或阿里具體的監管 有某些事情是放寬了 不要說這些背景 我們直接看看阿里的走勢會怎樣 這裏阿里巴巴兩年的股價表現 看到由被殺停了螞蟻的上市 這兩年基本上的股價就跌下來 如果我們深入看 這個位置 其實會看到有一個列口 這個列口是140到155元左右的水平 今時今日投資可能有人指針超值 我們不要看兩年 我們放回大幅圖 看一年期的阿里巴巴走勢 即使我們看一年期阿里巴巴走勢 不是太難看到這些水平 在120元左右的水平 阿里也有一個多大的阻力 昨天股價正在做96.4元 昨晚有這個消息傳出 今天9988個股價應該怎樣都可以去到100元 你說去到100元之後 它是繼續向上突破 還是去到收市搜不到這些位置 這個暫時未知 但是接下來這幾天 即使今天收市搜不到100元這些位置 接下來這幾天阿里有機會繼續向上 向回100元這些位置迫近 又或者比較理想一點 就站穩在100元這個水平 當它站穩在100元這個位置 昨天就96.4元 你說100元在這些位置附近 當你重新逼近100元 站穩在100元這些水平 我們不要這麼貪心看8.2元 我們看另一個位置 8.2元樓下這個位置 南飾圈圈圈圈圈的那一個 這個位置 我們將去視為這一吋的目標價 8.1元左右 你考慮剛才的分析 不論對消費力度的支持 或者對於阿里可能這些監管的放寬 9.888上回 快到了這兩個月上回8.1元的概率 絕對不小 好了 那有什麼可以做 根據剛才的分析我自己覺得沒有特別大事的話 壓力應該就近期不會再跌穿90元 甚至說90樁95元左右的水平應該都會有個不錯的支持 我當今日或是幾天在100元附近可以買到股票 向上我們就看81元 甚至可能不止81元 81元之後可能繼續上有機會去到82元這些阻力位 但是就算計8一藍圈 100元買入到81元都有10%的利潤 向下怎樣? 向下昨天都在做96個多 你跌下來90樁也有支持 向上我們可能賺10%或者意外 向下我們跌可能輸都是輸幾個% 這件事都值得考慮 可以考慮買入100元附近的位置 不是的 卓哲sir 今年不是最大的顧慮 其實一直都在說在這裡或是另一個頻道 就是美國崩盤 美國倒下來 萬一美國倒下來 多少如果跌得應的港股都會受些影響 不好了 我們有沒有一些期權部署給買股票 即是風險可以控制到 看聲控制風險的其中一件事是Longcore 不過大家想想 昨晚這個消息 阿里巴巴今天的股價一定是高開 股價高開之餘 引申幫副的Wall 有機會都會升上來 那代表今天如果搶阿里巴巴的Core option 這個期權金一定是比昨天會高了 但即使這個期權金高了 如果我們現在Long一個1月105元行使價的Core option 只要這個期權金在4元或以下 整件事都值得做 為什麼? 你做完那個Longcall 股價乏音急升 當然你有錢賺 即使做完那個Longcall 股價浮舞沉沉沉 升升跌跌 我們最害怕什麼? 不論你買Wallon Option是你只要Long side 你最焦 eta 最怕忍心波幅收窄 最怕時間值好損 但是我不管一些麻煩的東西 就算中間真的跟你嘆一嘆的 又縮�sterFR 你4元一股的价钱拿到一个105元的组合选 去到结算去到一月结算 一月结算之前任何一一刻 只要正股股价高过109 我们也有钱赚 现在是目标价 你随时上回101元这些水平 甚至有机会 可能再向上突破有机会试到82元 这样的情况 但这个long call 不是没得想的 也给大家少许参考 其实是看看肯拿多少钱出来做long call 因为另外一些行驶界的long call 赢面会更高 以正股如果是100元做例子 今天1月5号 也是月头 如果正股做100元的话 1月105元的coction 你遇到期团金可能是3-4元左右 如果行驶价是102.5或者100元 行驶价越低 你可以用个月平的价钱买入股票 相对的期团金就会高了 但高多少呢? 如果正股做100元的 102.5的coction 4-5元 100元的coction 5-6元 我们输尽都是输这个数字 但你会发觉 如果做100元的long call 100元行驶界的long call 就算它升升跌跌 不是一支钱升上来也好 结算之前任何一刻 它高于105美106高于这些位置 怎样都有钱赚 赚多月赚少 突出美国崩盘 或者有什么大事 这个所谓增资又被人否决了 又跌下来 即使这样也好 我们输尽都是输这个数字 今天一个简短的分享 跟大家说一下 阿里巴巴昨晚有一个 挺利好它的消息 也说下来股价的可能潜在走势 有机会会见到多少呢 8-1甚至可能会见到8-2 买股票或者option 都是一些潜在的做法 当然 投推 今天这些只是一般资讯 并非任何投资建议 或者是一些财务上的依据 资产特达可升可跌 投资可赞可舍 其团其货 有这么多效应 可以放大潜在盈人数 任何时间都要满足 按钮要求满足不了 有机会被人抢制平仓 这些做法 最大潜在损失有部份 是可以出现一个无限损失的状况 这些大家千万留意 如果真金白银买买 请问自己的经纪 或者独立专业人士的意见 喜欢我们这个分享 和我们的频道 请like 和share 给你们的朋友 多谢各位 如果你喜欢这条影片 请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记得按钮 就不会错过每一条藏金地图的影片 还不快点行动 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 欢迎留言 奇权遁甲每个月都会有市场 如果你想看 奇权投资的威力 请点击下面条链报名 请点击下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